那这个RNA它每一步的输入都是什么呢 第一步我们是持有一个XT 给大家看了每一步都有一个输入 在这里就是要看大家的一个具体的任务是什么了 刚才给大家举的比如说是一个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任务 我们可以把一句话 比如说通常我们要预测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 我们要把这样一句话先进行一个分词 话分词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样每一个分词结果往里输 这个就可以表示着我们RNA当中它每一步的一个输入值 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管这个输入叫做每一步 而不是说叫做一个输出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来看 对于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步的输入 这个OTE对我们的一个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吗 好像来说不一定吧 这要看大家要不要得到一个中间结果 通常情况下就是说对于这样每一步中间结果 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非常需求的 我们只需求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第一个中间结果是我 那我后面接什么词 这个并不是我需要的吧 我们需要的只是说最后一个词 就是说所以我说 说后面接什么才是我最重要的 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咱们是要最终的输出值的 STST通常我们把它就是叫做咱们这个网络的一个记忆单元 网络的记忆单元当中就储存了当前这层输入 它的一个就是说储存了当前这层输入 和我们前面传前输入之后进行了一个组合 组合完的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就是说相当于它就会记起来 这个网络之前所有东西都是放到这个ST当中进行一个记忆的 然后呢这个ST它等于什么 等于的首先是我们就有一个输入吧 输入这块U和W都表示着我们的一个权重参数矩阵 在这里呢我们对这个矩阵进行了一个组合吧 我们来看前一层记忆ST-E要跟我的一个权重参数矩阵进行组合 相当于是进行一个特征再提取吧 然后呢我当前输入也要进行一个特征组合 然后前面这块我还要加上一个F值 这个F值啊就是说不光我们把这个特征啊 就像这里线性的组合在一起吧就完事了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非线性的激活函数 这个跟咱们传统神经网络是一致的吧 在每一次经过一些组合之后 我们都要加上这样一个激活函数 使得咱们这一个整体的特征表达它是一个非线性的 然后呢咱们的OT啊就是说 每一步啊我都可以得出来一个输出 比如说现在我得到了ST-E啊 把我们当前的输入我的信息 和前面所有的记忆信息都拿出来之后 然后呢这块又有个V矩阵 这个V矩阵啊相当于是我对它进行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全连接比如说最终你想分成10个类 那是不是这个V值啊就是一个多少乘以10的一个矩阵啊 那最终分出来之后啊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概率值 所以说我们要对啊每一步OT啊 用它的一个softmax形式 就是说对词的一个项量啊转换成一个概率 我就可以知道当前这个词啊输进来之后啊 下一个词最有可能说什么了 所以说呢按照我之前的例子啊给大家讲的 咱们RN啊最适合干什么 最适合的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自然源处理吧 可能呢咱们之前啊讲的那个卷积神经网络 咱们在讲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除了网络的结构跟传统神经网络不同 它们的一个输出输出啊是不是都类似的 也就是说在卷在计量级视觉当中啊 我们没有那么强调咱们的一个先后的关系吧 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相互独立的 但是呢在这个自然源处理当中啊 我们就会认为哎呀这个上下文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因为呀我们要做神经网络 要做智能要做这个AI啊 让它是能够符合咱们人类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要让它呀必须记住啊 咱们前面说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 其实呢咱们之前讲过神经网络的一个反向传播吧 那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当我们要进行一个更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反向传播呢 这里啊咱们来说 是不是说我每一步都能得到当前的一个输出值 比如说10我得到了一个10的输出值 11得到11输出值 还有121314都可以得到一个唯一的输出值吧 那既然你有了一个输出值之后 你想算它的一个目标函数 就是说算它的一个loss值 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算了10 咱们按照一个正常神经网络怎么算 是不是说这块啊 假设说我有一个L0 然后呢我要算这个S0就是先用我的一个L这个L0 然后对S0进行一个求偏导 然后呢在这块我让又让用我的S0 对我当前的一个 比如说我这块我要算这个有一个W0吧 再对W0求偏导啊 然后把它们啊累成在一起 就得到了一个结果了 这个就是像是咱们的一个量实法则啊 从上到下往下去传 但是呢在这个RN当中啊 有什么特别的啊 RN当中是不是说啊 我们有中间的一个记忆单元啊 那咱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说我从第四个输入吧 就是这个E3我就往回传 E3是我一个结果值 然后呢这回啊是不是说 首先我还是想算一下 因为看连最近的什么 连最近的是这个S3吧 首先呢我就算了一下啊 这个E3对我的一个S3 它做了多少贡献 然后呢我们就得来看一下吧 这个E3都连接什么了 一部分是连接到我的一个X3 就是我的一个当前输入 所以说呢我要往下走吧 要更新一下我的当前的这个W3吧 要把这个东西给它进行更新 还要更新什么 我们来看这一块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里呢 我有一个 这块我用整个标识 就是WT吧 WTE 然后呢还有WT2 还有WT3 这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权重参数啊 那这些权重参数 你是不是也要更新啊 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于这样一回事 就是说 在这个DG神奖朗路当中啊 只要你这条路能走的 那你这个T度啊照样 需要给它传播下去 比如说呢咱们在这里 我们来看吧 S3啊就是算完了这个T度 这个T度跟谁会相连啊 跟下面连 所以说它往下走跟左面会点吧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S3 还要算一下对S2球片导吧 全片导之后 我就知道了这个WT3该怎么更新 那到了S2这块 S2这块啊 是不是说到这传来一个T度啊 传来T度它要往哪传 一方面是往下传 一方面是往左传的吧 往左传就是啊 我对S1球片导 往下传呢 对这个WR球片导吧 在这里就是说 相当于啊我的一个T度 是一点一点往下传的 只不过说呢咱们传的比较特别 传到哪个T度之后啊 它只要跟什么相连了 这个T度就会永远的传播下去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个E3啊 这个E3来了之后 它是不是说会对前面 所有的进行一个更新 那E2呢会对E2 前面所有的进行更新 E3也会对更新 E0啊同样会做 这样一个更新的任务 这个就是给大家先说了一下啊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在反向传播当中啊 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的 跟咱们传统神经网络不同啊 就是说它每一部来之后 相当于呢 都会把前面所有的部啊 都进行一个更新啊 这要跟神经网络啊 还是有一些察觉的 那现在啊 咱们就要来说这样一件事了 嗯咱们要来想一想 这个RN神经网络啊 它有没有一些局限性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RN神经网络啊 嗯现在咱们讲了这么多 哎大家发没发现它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来想啊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指定了一句话 那指定了这句话啊 咱们是不是说 每句话要分词 分完词之后呢 我把这句话啊 把这个词传进去 那比如说现在啊 我有特别特别长的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大概有100个词吧 或者甚至是200多个词 那这么长的一句话 咱们给它输出来之后啊 是不是说啊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词 这是第二词 这是第三个词 这是最后第二百个词 那现在我把这样200个词 都输起来了 那每一个词 是不是它都会记起来了 比如说第一个词 信息是不是传到中间那些记忆单元 往后传 再往后传 相当于啊 我是从第一个词开始记 那比如说 我想我想预测的不就是你说完第二百个词之后 你下面想说啥吗 那你把前面这么远的都记下来了 可能啊 就是说一方面前面离着比较远的 它的信息价值不是特别高吧 那你还把它一个一个传进来 或者说前面第一百词 跟我后面第一百二百词 关系并不大 那你又把它记下来 传到神经网络当中啊 会不会对我做成一些影响啊 这个啊 就是说 在咱们二人的网络当中啊 我们会把每一个词都传进来 如果说我们在做数据的时候啊 不做一些预处理 我们都传进来之后 它的效果并不一定很好 因为呢 咱们的一个数据啊 它离着 可能离着越近的关系越大 比如说这里 我们来看就是 比如说Law后面 接的是一个China 可能是Law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想 就是说这个Law的一个词啊 跟前面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词 它关系大吗 好像不大吧 它只是离着跟它最近的 我们来看 跟它I最接近 跟这个Chinese越接近吧 都是啊 跟它离着比较近的越接近 跟它连前面比较远呢 它的一个就是啊 它的一个 游的程度啊 就越低了吧 这个是RM第一个缺点 就是说 它会记住的东西啊 简直太多了 输入太多 记得越多 那会保证 会导致 一个是你的网络太庞大了吧 太沉语了 另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信息啊 也没有用 还有一点什么 咱们讲啊 就是说 之前我们是 进行一个 T度 往下传播说 是不是说 T度啊 会一点一点 往下传啊 那如果说 你的网络 这个输入啊 太大了 有200个 那怎么办啊 这200个 每一个都要往回传 200个往回传 199往回传 咱们先不说啊 就是说 它的计算量有多大 咱们就先说 这个事 能不能去做 咱们之前啊 在讲神经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说 在T度传播的时候啊 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叫做一个T度的下降啊 不是叫做一个T度的消失啊 这个T度的消失问题啊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 咱们在某一步传的时候 可能啊 这步的T度就约等于零了 如果说 某一步T度约等于零了 之后再跟它连的东西啊 再去成我们当前这个T度 是不是它也约等于零了 那我这一块的一个参数 还能进行更新了吗 就没办法进行更新了吧 还有啊 就是说 你要用链式法则 这个一条链都成过来 如果说你这条链 连的东西太多 那一堆很小的数啊 再累成在一起 是不是说 最终的结果 也约等于零了 这个啊 就是说 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它有这样两个问题 一个是计算啊 一个是在计算过程当中啊 它会发生一个T度消失的现象 另一个呢 就是说啊 它计算量太大了 整个神经网络当中啊 嗯 它不必要的进行 有很多太成语了 所以说 我们下面要做的 就是说 能不能够把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给它进行一个改变呢 让它呀 能够有选择的去忘记一些信息 或者说 只让它呀 就是利用好啊 当前的一部分信息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把啊 这个地规神经网络 进行一个升级